我父亲特别喜欢他的这种过人的才华 然后呢 其实呢 爸爸说 其实他不需要太努力 他就已经注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花家 他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但是呢 我却比他努力的更多更多更多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他的浑然天成的天分 是我父亲心里面很养 我一个很习惯的这样子 那然后还有一个照片就是 他也送了一棵松树给我的父亲 特别从巴德园奥运到台湾来 然后画到我们家花园 一棵老的松树 我父亲还把这棵松树呢 当做一个画画的题材 因为他其实比我爸爸小一岁 那所以 但是 因为他留着胡子 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比爸爸老的感觉 但是我爸爸这个人对他呢 我爸爸对他的感情 就是总是把他 总是把他像大哥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张兄张兄你先你先 或者张兄来你坐起来 明镜需要